我們怎麼做一個箭筒 然後跟筒子不要綁在一起 不用麥克風因為這個是手持的 所以我們桌上的壞掉 好,那我就先弄個箭筒 我們先弄個箭筒,用什麼弄? 用這個cellin的看起來就像箭筒 先用一下,用一下Proview 用這個來編 好,OK,那這個為了要有桶的樣子 所以就把上面這一個面給拆了 OK,把這個面給拆了 然後是拆面 這樣就有一點桶的感覺 那這個大小合不合呢 其實隨便 你可以稍微 如果要長一點就讓它長一點 OK 好,這樣子 我們不用做太漂亮了 好,就箭筒 好,這樣一個桶呢 我現在想要放些箭上去 好,那箭怎麼做呢 要固定一個這個 縮小一下也可以 不過建議該 我放棍子就好 不要放箭 箭還要做一下 我直接再弄個cellin的 再放棍子 我先在這邊 我先在這邊 弄很小 很小的話 跟桶子比起來 相對很小的話 就可以當棍子 好,那這時候我們就 就 把它這一面拉長 要比 要比那個桶子還長 箭應該是會比桶子長一點 但是應該也沒有長到那麼長 好,就像這樣好 好,現在有一個箭 有一個 好 好,那照理講 箭放在桶子裡面 也OK的 我可以把箭放在桶子裡面 好,這樣看起來就放在桶子裡面 對不對 好,可是這裡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你看 如果我把桶子移動 把它 它跟箭就分離了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人會想 那我是不是要 把桶子跟箭 綁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兩個都選 然後按檔錯J的話 你就完蛋了 你就分不開了 對 你就很難分開 所以不是用檔錯J 我記得我上 上禮拜還有 示範過這件事 就是 我先選 鍵再選桶子 按Ctrl-P set parent to adject OK,這樣子的話呢 我桶子到哪裡 鍵就到哪裡 OK 但是呢 你鍵還可以拉出來用 好 好,那我現在 我當然一支桶子 只有一支鍵 實在太少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 複製一下 這裡 有一堆 有一支鍵 鍵 我按Shift D 好,這樣子就有一堆鍵 稍微看一下 有一堆鍵在裡面 好 那我如果桶子一開呢 鍵會跟不動 對不對 那我現在可以拔鍵啊 可以拔鍵 做個拔鍵的動畫 現在 側看看 OK 這是鍵 這是頭 OK 那 應該不叫拔鍵 做個鍵 背出來的動畫就好 那我現在呢 就 就針對 這個 這個把它弄成像 好 先把PodeView 先弄掉 好 現在我們就針對這一個畫面 我們選擇相機視角 好 現在這個桶子 太上面了 讓拔鍵看不到 好 這樣 OK 那我們呢 先插入一個圓 Lock location scale 就是位置 全轉和平移 和縮放都有 OK 好 然後呢 我把它 在20影格的時候 我先在10影格的時候 先把它拉出來好 好 10個影格的時候 先拉到這邊 然後轉一下 再按來 再按來 然後20個影格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拉到這邊 然後轉一下 再按來 好 那這裡我就做到 20影格就好 好 那我們應該會看到這樣的情況 好 劍飛出來 好 OK 好 那你這樣子做的話 你的劍和筒子 可以放在一起 又可以很容易的移動筒子 然後呢 也可以拔劍 好 這樣去做 OK 所以 不要隨便就 就把它合併 就一下 分開是比較好 每一個東西都可以重新利用 那用Ctrl P 去取代 Ctrl J Ctrl J 直接併進去 你就很難猜得到 Ctrl P 就是 負子關係 基本上 基本上 它是在做這裡的 我看一下 這裡還沒有 這是Modify 我們做P 這裡我沒有看到 它有肌子關係的 好像 在物件裡面 在物件裡面有個Parent 應該是這個 看一下 那如果是在這裡 在物件裡面 喔有 你看 反作B就是這裡的 OK 那你可以看到 在 現在這一根 這一根 是C-Land C-Land 那另外 C-Land C-Land 2啊 3啊 一直到6 所以總共有7支箭 那 這7支箭 每一支箭 它的Parent 都是 都是 欸不對啊 是6支箭 然後 這個 這個箭 是那個 欸 怎麼講 這個是同字 所以我們把同字 跟那個名稱沒有分開 嗯 同字 container 好了 這樣container 比較不會搞混 那這個呢 現在它的父親是container OK 那這個叫做C-Land 001 C-Land 001 的父親是container 就是圖子 所以 你是在 這一個上面去設它的Parent 就按Ctrl-B 就相當於設這一個的意思 OK 所以 所以你也可以來這邊設啦 但是用Ctrl-B是比較快 OK 好 那你可以試試看說 做一個有父子關係的狀況 然後 你再去 再去操控一下它們之間的 移動 好 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個如果拿來 好動畫應該OK 我 如果把 把它的材質先設 看起來會比較好 如果我把材質先設 這個容器呢 我就用藍色 好 那這些劍呢 我就用綠色 好 那每一支劍 洞洞都射成綠色 沒有寫到 好 好 這樣子 OK 銅子 藍色 顏色好怪 可能是光線的問題 好OK 銅子藍色 然後見綠色 那你 好動畫的時候會這樣 還有一次美色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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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那你跑動畫的時候就會變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讓它試跑一下 因為模型很簡單所以應該很快 好 謝謝 謝謝 好,那如果你可以去试着去想想看哦 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个人手拿着一支箭 那箭跟着手动 那你要怎么做 一个办法是你把箭的那个副青色成那支手 那箭你手动到哪里,箭就跟到哪里 但是这样还是不会很灵活啦 因为你手到哪里,箭就跟到哪里 那箭只是移动而已 所以你中间如果要做得好 还是要去调整他箭的那个角度之类的 会磁 那只是说这样你会比较方便一点 好,那各位试试看哦 先 先 看你要不要先设计一颗这种 有负质关系的 的产品稍微练习一下 那 确定各位 确定各位